那么从昨天深夜一直到今天天亮之后 在日本的东京首都圈这边 陆路交通也受到了地震影响而有所异动 结局下来就要请教国际中心资深记者郭展玉 告诉大家包括在交通 还有包括在未来这几天 民众外出有什么一定要注意的展玉 是哦 这一场日本的地震 它是发生在昨天的晚间 日本当地时间是11点36分 而事实上在这一起规模达到7点4的强震之前 的两分钟左右 前其实在11点34分的时候 日本的几乎在同一个地方 也曾经发生过地震 等于是接连的两场地震来发生 而根据记者在住在日本 辞呈的一个朋友来告诉我 他是说当时他是搭下班的列车 准备回家 结果在抵达车站的时候 他一下车就开始摇晃 所以他在月台上 他感觉这个摇晃是非常的剧烈 先是左右横摇 接下来上下摇了将近30秒 而且他形容了当时停在 月台旁边的电车的车厢 感觉就像是云霄飞车一样 晃动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这一起地震事实上对东京人 还有对整个东日本的民众来说 都是非常恐怖的惊艳 而透过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昨天一度是在东日本地区 是造成了将近209万户停电 而也因为停电的关系 在首都圈以及在东北部分 其实有大部分的列车 都是停止的状况 其中在东京首都圈部分 包括JR还有我们熟悉的一些 民营的电车 像是C5 像是东5 这些列车是全部停止 不过还好是因为昨天发生的时候 已经逼近半夜了 所以影响的人没有那么多 只有13万人左右受到影响 而事实上今天凌晨5点之后 东京的列车是陆陆续续的开出 不过他们前往东北的包括长盘线 还有宇都公线的列车 还是有出现延误的状况 而除此之外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东北新干线 有一番列车是出现了脱轨的状况 而且传出当地的输电线 现在是有 这个电线是有倒塌的一个状况 而这样子的状况 JR东日本公司是表示 他们还在继续的抢修当中 因此今天包括东北新干线 以及北海道新干线的各级列车 都还是会继续受到影响的 而为了要 让整个东北地区的交通 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行 日本的全日空也表示 他们将在今天 加开雨田到仙台 以及雨田到福岛 两个临时的航班 将会来负责来输送 整个东北地区的旅客 而因为除了新干线之外 现在其实在东北的高速公路 现在也传出 在这个桥面上有出现裂痕 所以有部分的区段 目前是封闭的状况 所以现在整个东北地区的 日本东北地区的 整个交通的状况 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让人想起 11年前的311大地震 主播 好 刚刚展玉帮大家统计的 就是在日本的福岛7.4强震过后 陆路交通这边受阻 那么必须要靠空中交通来疏解 但是当地民众就去猜 是不是说这个7.4的强震 会不会是11年前311大地震的余震 因为在关东地区太平洋侧这边 是属于的海沟型的地震 海路板块的状况 还有包括现在日本气象厅 以及NH2K的报道 都请展玉帮观众朋友整理 展玉 是的确 这个日本气象厅是在台湾时间 昨天半夜有出来召开记者会 而它的记者会当中 也是初步研判 这一起地震 跟11年前的311大地震 事实上是有关联的 因为它的震源地 都同样是在日本的东部的海域 而事实上 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的震央是在大陆板块 以及海洋板块 以及大陆板块的交界处 其实它深度只有24公里左右 它就是在板块的交界附近 发生的地震 但是昨天发生的地震 事实上是距离板块的交界处 还有一段距离 它的深度是更深的 所以日本方面 他们是认为这起地震 的确跟311地震是有关联的 但是他们无法推断说 这一起地震到底 跟311直接的关联到底有多少 此外 其实在去年的2月 在福岛地区 跟这一次的地震一样 几乎是在同一个地点 也发生过规模 7以上的强震 而日本气相听是表示 当时的地震 跟这一次的地震 因为相距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研究 这两起地震之间 是不是有相当的关联 主播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